普洱茶出普洱商 姓温未香亦以他场 我叫李星昌 是人类非不知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普洱茶供茶制作记忆 家族传承人 从雍正宁经开始 我们这个家族就一直在为这个普洱府 在制作共茶 到我这一代 他已经是第八代传承人 我做了将近四十年的茶了 就感觉到一碰到茶 茶艺就合我 好像就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这一生 就是和普洱茶融为一体了 祝愿我们的茶树越差越好 我从小呢就生活在我们宁耳系 宁耳镇 那我们小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在古茶营里面 游戏啊 捉迷藏啊 也可以说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亲 闻着茶香 爬着这些古茶树长大的 1987年我们国家进行了生产体制改革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在父母亲的指导下呢 完整系统的开始学习 普洱茶共茶制作 记忆记忆门记忆 刚做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出一些差错 甚至被我母亲 把我们做回去的茶叶都 丢掉的时候都有 后来就认真地听起他老人家的指导 仿佛呢 在做练习 能够达到德性应酬呢 还是十多年的时间 才得到了这个母亲的认可 其实我们普洱茶共茶制作记忆这个流程呢 可以说是有七十多道工序 三四十天的这个周期 鲜叶采回来以后呢 主要有一个尾雕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是要使它的鲜叶拖起部分水分 达到我们该下锅杀青的这个阶段 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如果这个拖水拖不够的话 做的时候非常难把控 下锅了 下锅了 我们主要是在弃掉它的深色味 如果这股茶叶杀青不成熟 那么就达不到我们普洱茶的越醇 越香的这个程度 另外呢 如果我们过湖了 就破坏了它的一些湖性酶素 也会影响它的过来的成化 这个时候呢 就勤凭你这个沙青师傅呢 根据孤温和叶温的变化情况 来决定你的抛洒 抛洒的高啊低啊等等这些呢 勤凭你的这个感悟了 啰好 去不吝啰 下来吧 我 melting 容力是我们要使我们的茶叶的内部细胞破裂程度 达到我们想要的程度 使我们在冲泡过程当中 使茶叶的清除物能隐隐不断地洗出来 我这样摊开 这个嗓茶做完以后 晾晒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成品生产 那么进行压制的时候呢 第一呢就是要称好量 不要出现这个数量不够 然后呢就是蒸制了 破茶共茶制作记忆呢 如果从流程上看 那其实和传统破茶制作记忆呢 是你是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的 那么关键呢就在于它的细节把控 类似于我们厨师做菜一样 同样的材实 同样的过灶 同样的足料 但是由于细节啊等等方面的把控呢 就做出的我们菜的味道也就不一样 那么做茶也是这个道理 做完形了以后呢就进行压制 压制的过程呢我们要保证 做出来的成品要紧而不实 酥而不松 那么要怎样达到这个境界呢 就靠勤靠你的体感 你在采这个石墨的时候 首先呢就是要保持它的这个茶饼的 粥冰厚薄金银 那么你感觉到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下来了 让它定型 定型十几分钟才可以起出来 来 哈 哦 再来 哈 你会怎么这样 给他 哈哈 哦 哦 然后呢 咱当的 咱到那边 嗯 嗯 呃 可以说是这个精神财富也好 物质财富也好 我们这些鱼族啊 哈尼族啊 歹族啊 布朗族啊 等等这些 就是普洱查奇的这些 众多少数民族呢 都对查树呢 非常的崇敬 不当是爱查 还敬查 所以对查树的保护 就更是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在保护他们 如果你来到普洱 不管你去到哪一个村庄 我们这些郁郁葱葱的 大大小小的查树 遍地都是 这个就是我们对查树的 从敬而带来的结果 同时呢 我们当地的这个村民啊 就每年呢 在春茶开采之前呢 人们呢 都会在自己家的这个查树的 洗一颗 比较有代表性的查树 然后呢 顶上香啊 然后呢 就是进行祭拜 第一个内容呢 是感谢大自然 感谢查树 感谢我们的主星 为我们这个创造了 现在我们可以享受的财富 是不是啊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 关键就是要祈求 将来还是风调以炫 是不是啊 使我们的查树呢 年龄丰丰收 也给我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们这边的采查方式呢 跟大家平时看到的那一些 江南一带的采查方式呢 有些不同 采查的时候呢 他们轻易的 是不直接爬在茶树上 采查的 大多数呢 就会打一些架子 用竹刀啊 或者一些辅助攻击呢 达成架子呢 就站在架子上 进行采这些茶叶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这些古茶树呢 这个相关的这个 管理机构 出台了一些 保护措施 再加上我们这些茶呢 他们爱茶还净茶 那么这个呢 也是对古茶树的 从建 爱护 保护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在我们云南的这个茶叶 那就历现在已经 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后来呢 到了雍正年金 朝廷里面派了一个叫 尔尔泰的大臣 到云南来任 吟贵总督 那么他知道 皇宫里面的这些人呢 喜好普尔茶 他就准备把云南的特长 普尔茶呢 进贡到皇宫 那么那个时候呢 交通呢 又不发达是不是啊 那靠什么呢 就要靠 人背马托是不是啊 马帮来运送 所以呢 由于普尔茶的 这个快速发展 和 这个 产量的增多 所以呢 就形成了几条 比较有名的 茶马轨道 就从普尔府 这个地方开始 有运送到西藏这条线 有运送到北京这条线 还有运送到南亚 还有等等这些 就形成了五条 比较有名的 长马轨道姓 哈 喆 我们开始互 entrar 哈哈哈 云童 有点一个遵 Krist 小姐 呗 烤茶就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一种饮茶特色 所以我们通过烤这个烤以后呢 它就弃出它的色味和它的航性 它的香气啊口感啊这些都比较好 而且它的这个茶香比较纯正了 这个香味太舒服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加水了 要等它沸腾起来 对要让它沸腾起来你看很快了嘛 现在就达到效果了可以分享了 来 你是忧心 这个茶呢就是我们每天呢就吃完早饭 然后要出宫干活的时候就喝上两杯 你就不需要带水了 整天都就解壳了 你们尝尝这个茶就没有色味 你喝下去以后那个满口的那个香味 这个茶如果你零喝一个礼拜会上瘾的 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想哎哟 我给主要是这个香气上瘾 自己再来我希望你再来 我希望你再来 最近啊听说我们紧脉上口茶林升级成功了 所以值得庆货一下 我希望我们的普洱茶不当我们中国人喜欢 也让要让秦世界的人了解它 喜欢它 同时呢也邀请各个友人 来我们普洱喝普洱茶 爱上普洱 这这种的话真的是确实 来我们干一杯 啊 很好的 你查代替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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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